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触过的与我有关的概念 在聚我、头脑我、角色我、外在自我、心智我、神魂我、内在自我、人格片段、次人格、人格、对等人格、平行人格、主人格、存有、万存、万有、亦是本出、亦是本源 在这极端繁杂的红系统中 那微观层面上的某一介子威力是我 那全然也是我 身边的一切都是我 内在的一切也都是我 我可以指着自己的鼻尖对着镜子说 镜子里的那个像是我 但又不是我 可以说镜子前站着的这家伙是我 又不是我 可以说指着鼻尖的那个手指是我 又不是我 可以闭眼内观 直指人心说 那是我 可也不是我 可以从躯壳里飘出 然后看着那皮囊 说这灵体是我 那堆肉不是我 可这灵体又是我吗 这思想是我 这意识是我 这存有是我 这所有的我堆积融通到一起 就是我了吗 好像无我 又好像都是我 还像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 又好像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我 再无其他 说我是物不对 说我是灵不完全 说我是意识能量也不全然 我好像是事件的唯一 又好像是不可说的不二 更多时候 是自己意识关注着的 感知到的那个焦点 那道视线 没有觉知就没有我 没有我就没有觉知 没有能量就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也就没有能量 所以在全然里 没有因果又互为因果 没有唯一又是全然一体 没有是非对错内外左右上下 却又有不可忤逆 却本就无常的规矩